省委常委统战部长雷春美 16号主持召开省委统战部上半年 机关党封联政建设分析会 雷春美要求 全面对标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把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体现在实际行动上 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始终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要持续兴起大学习热潮 特别是关于统战工作 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确保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在全省统一战线落地生根 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五抓五看和八个坚定不移的要求 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 持之以恒 正风速记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实施细则精神 和省委实施办法 强化直击问责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不断取得新成效